贵人胎想安稳 只是头三个月 害喜得厉害 微臣这就回太医院 给您配药 我胸闷恶心 头也疼得厉害 皇上呢 俗云快去请皇上 这是太后赏您的燕窝 给您安胎的 您先吃着 奴婢这就去 皇上可真重视 没贵人这一胎呀 这才玉玺多久 就封了贵人 若生下贵子 岂不立刻封平 你怎么就知道 他一定怀的是贵子 又一定生得下来 小小琵琶女 处处与本宫作对 他便这般有福了 贵妃娘娘说得是 这玉玺人打进宫后 就对您不敬 如今更是仗着玉玺作威作福 整日缠着霸着皇上 听说前几日皇上刚去您那儿 就又被他给叫走了 本宫容不得玉玺人 就是如此 本宫会日夜祈求上苍 让他仇子偏生女 即使是生下皇子 也是个蠢笨呆傻 不得皇上喜欢的 若遇喜的是我 皇上定会候上咱们母族 是我没福气 赶不及在皇上登基后 头一个玉玺 您听听刚才贵妃那口气 若第一个玉玺的是您 那得多少双眼睛盯着您呢 房不胜房 说得也是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去医生房看看 有些什么点心拿下来 待会儿我请了纯片来说话 是 小路子 忙什么呢 最近怎么没见你兄弟小福子 这不大哥住进了延禧宫 这小福子差事多了去了 没空来啊 那你这是 每个人玉玺 这饮食都是独一份的 可惜每个人才玉玺三个月 吃不下多少 刚有申孕都这样 等以后啊就吃得下了 是 得了 你忙吧 行 我先去给主拿点点心 主 皇上也回去了 外面秋风寒 咱们要不早点回去歇息吧 回去也是闷着 头晕恶心的 不如在这儿透透气还舒服些 皇上陪了您一上午 您的脸色看起来也好多了 我也是头一回玉玺 心里总是害怕 还想皇上多陪我会儿呢 上回皇上在贤妃那儿 这回是在贵妃那儿 为着您身体不适 皇上丢下他们就过来了 难不成 他们还敢拦着皇上不许来 一群肚子里没货的东西 他们自然不敢 可主还是听奴婢一句劝 主子说您怀着龙胎 不宜过分引人注目 引来愿赌 要扬眉吐气 剩下了龙胎 有的是机会 好 来 来 来 谢谢观看